這個地震發生以來 整個花蓮縣的災災 確實比我們在外面的傾向來更有了 剛剛部長也跟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鐵道的修復 就是從北段還有南段 從兩邊開始修起 希望我們到月底的時候 都可以把整個鐵道能夠縮短到大概18點多公里 是必須要靠客車來接駁的 其他我們就可以恢復鐵道的運行 修復蘭系條確實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也希望 有時候加碼會能夠比技術團隊全力選入台北局 進行完全常然節奏的建立更新 也提出後續的修復計畫 現在所謂的類火車的接駁 能夠更頻繁一點 而且直搭車也可以多一點 讓我們民眾上班的時候可以更方便 我想院長來過 今天我來讓我們 當時對於花梨在這次的地震裡面 所受的損害 當時有一個觀念 也希望我們現在傾全力 讓我們的生活可以趕快做到正常 請多多多指定 自己這間余的 單調 對於花族 好 所以就跟當時有密度 廢竄 在這上 從 這個 我們 現在 感谢观看